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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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完春节廉假回来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在我们关心这几天的国际新闻之前呢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会员直播的精华片段 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连结参考看看 好那回到正题 鼠年一开年 全世界都不太平静 主要原因就是武汉肺炎的疫情持续扩大 不只亚洲国家 欧洲国家也陆续传出确诊病例 截至1月31日上午 中国确诊病例已经超过9600人 比当年的SARS还要多 死亡病例也超过200例 日本 南韩 台湾 香港 澳门 新加坡 泰国等地的确诊病例也在增加 在此同时 菲律宾和印度都在30日传出第一起确诊病例 远在欧洲的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芬兰都有疫情 而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也都有疫情之外 美国也在30日传出第一起本土人传人的病例 除了全球各地传出疫情 国民事业卫生组织WHO也推翻了之前几次开会的结论 在31日宣布 武汉肺炎已经成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这一项在SARS大流行之后建立的国际防疫机制 过去只动过5次 如今启动之后代表WHO可以出面协调各国共同出立危机 不过世卫组织总干事前一所比亚卫生部长谭德塞强调 这绝对不是批评中国防疫不利 而是为了保护公共卫生机制比较弱的国家 对抗武汉肺炎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 但是涵盖全球193国的世界危险组织 从2017年以后就排除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欧盟对外事务部30号都纷纷表态支持台湾参与示威组织运作 否则会让防疫阵线出现漏洞 就在全球关注武汉肺炎的同时 2020年1月31号也成为一个静悄悄的大日子 就在英国国会以及欧洲议会相继表决通过脱欧协议之后 从英国当地时间1月31号的晚上11点开始 英国跟欧盟结束了长达47年的缘分 正式分手 我给你们说尊专专专专业 I've always brought wit charm intelligence 少许多 wer and 我们认为 Sometimes also stubbornness 在这房子 I think that i can say in the name of all of us 我只能說我們會在未來的期間 不過這段關係的結束可能才是麻煩的開始 因為從今天開始 英國就進入脫歐過渡期 那在這一段長達11個月的期間 英國和歐盟雙方之前建立的關係暫時不變 但是必須重新談判新的貿易協定 11個月不一定夠用 更別說像漁業、科技研究、教育、數據資料 甚至是安全情報等各種領域的合作事項 都得重新協商 那當然最麻煩的問題還是屬於英國的北愛爾蘭 跟屬於歐盟的愛爾蘭共和國 明明在同一塊島上 卻得建立一套壁壘分明的新官房機制 確保人員貨物進出都符合雙方的規範 那這一切問題理論上 都得在2020年12月31日之前談好 才能讓英國準時在2021年1月1日開始完全脫歐 所以到年底之前英國還有的忙 那此時此刻 回顧47年前 1973年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 當時民眾帶著火把上街遊行的場面 還有相信歐盟這樣的共同體 將會擴大到全球的樂觀心情 特別令人感慨 雖然已經發生好幾天了 但是大年初二 1月26號 41歲NBA巨星科比布萊恩 搭乘直升機不幸墜機的悲劇 還是持續牽動全世界不少人的心情 當時直升機上除了他和13歲的二女兒之外 還有6位朋友以及飛行員 總共9人全數罹難 而對於這位不需要講姓氏 幾乎是Kobe一個字就已經家喻戶曉的世界級球星 世界各地都有球迷舉行哀悼儀式 在這裡我們也不多贅述 就來看看各國民眾 以至於美國國會議員怎麼樣懷念他 和女兒也做了 我們也做了這個畫面 對於Mr.Kobe Bryant 但是我們知道他很激烈的 但是我們知道他很激烈的 他在他的兒子 和他的照片 他的照片 是非常非常有興奮的 是Mr.Kobe Bryant 他非常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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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 他就是 讓他真的很激烈的 得了 非常厚 他也很激烈的 他很激烈的 他們們可沒有 大家都學和 I ask that all members and guests in the gallery rise for a moment of silence. 以上就是本周的國際直升希望能幫大家掌握春節廉假前後值得注意的國際新聞下禮拜我們就會恢復正常的上片時間如果有希望我們探討的主題歡迎在下面留言各位直升我們下回見 最後還是要感謝我們的頻道會員尤其是乾爹乾媽們王毅順 宗宣後 資林立 吳辰 還有Joman 幽默的網友 中共中央統戰部收購領導小組 映中豪 Sniper711 還有張宇安 謝謝你們 謝謝